主席各位同仁,本院委员林佳龙等18人 鉴于台湾中小企业近几年状况 订单短缺工资逐年上涨 原料成本上升,近期台币因QE3走升 导致出口不利,又快过年可能要发年终奖金 加上欧债重商全国经济 台湾尤其深受其害 导致中小企业经营成本节节上升 为台湾中小企业的生存,政府应参考先前金融风暴时的纾困措施 加强对企业界的纾困协助 第一,由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出面并研理方案整合 动用信用保证基金提高企业的贷款层数 如此银行才会愿意攒期 第二,由金管会出面协调并研理方案整合 以信用保证基金来替企业背书并保证信用单贷 如此可以减少企业贷当的可能性 银行才愿意协助挺企业 第三,由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放宽中小企业的纾困范围 经过中小企业专案纾困将打消贷账的条件放宽 使贷款不容易成为贷账 如此能使银行 接触责贷贷贷的条件放宽盘 我意证明说 最后需要您的带来 非常最大的 非常非常小小程 感谢观看